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户说yes 今天股票又是亮灯涨停 创新高涨停板 而且节目中之前跟你预告 要你注意的 可以来锁单的 你赶快来锁单 对不对 今天涨停板 那什么样的标的 等一下我们都会把它做公开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为什么股票可以这么强 你怎么选的 我们今天不是叫你买一堆 我说你可以来单股锁单一档 所谓单股锁单一档 就是我常常讲 我说我鼓励各位这么做 原因就是因为你选的股票的 背后逻辑 锁码单股 一百万的资金 买一档股票 那你说老师我不足一百万 那就是买一档 那就对你来说就是中压了 对不对 所以当然你为什么敢 一百万以内资金 叫客户去做这样的动作 一百万以内资金 请他全部去买一档 你如果资金多的 那我讲过了 资金越大了 你买的档数就可以多 就可以变多了 对不对 但是我说了平均 我都鼓励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是以一百万所资金 或者一百万以内资金 你全部去买一档股票 那问题就在你叫人家买什么股票 为什么你敢 你敢要求客户说 拜托客户说 甚至 我说连拜托我都可以这样讲了 尽可能的 可以的话 就把你的资金 去压住一档股票就好 你会说这样子会不会压力很大 我说看你 看你 如果应该怎么讲 就是说 第一笔交易 你的压力会比较大 我知道了 所以通常第一笔交易 有些客户如果他真的老实 可是我真的觉得 我资金有八十万 你要我拿八十万 全部去买某一档标的 其实我真的压力很大 我说过第一档 通常客户的反应是这样子 我可以理解 完全可以理解 这是正常的人之常情 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然后你会一直用你过去 可能不好的 不愉快的经验 套在现在 如果我把八十万资金 全部买一档票 如果用过去的经验 如果是亏损的话 那怎么办 你会这样思考 那是因为你还没赚到钱 所以通常第一档 我说我这样要求你 但是如果你 你实际下单交易 你说你还是想要斟酌一下 那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 但是我鼓励各位是这么做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我们敢要求客户这样做 我说我今天交易不是凭感觉 不是凭感觉做交易 我说你今天跟我 选择跟我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选择信任什么 数据 你今天选择跟我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跟的是一个交易员 我说其实你把我们看成交易员 我们是trader交易员 我们做任何的交易 我讲过了 一个交易员跟一个分析师 差别在哪里 分析师永远跟你分析事后 已经发生了 然后我拿那个涨停的 跟你分析说他为什么涨停 他是什么题材 什么概念 他今年预估EPS多少多少 所以我们看好他所以怎么样怎么样 那叫分析师 你跟着分析师操作 你永远是讲事后的 赚不到钱的 节目讲一套 对不对 你私底下做另外一套 你能接受吗 你当然不能接受 你过去所遭遇的经历的就是这样嘛 看节目 对啊 他都讲这样子 然后你因为看了那个节目 你报名录回 结果你实际上得到的操作 就不是你看的嘛 对不对 你能接受吗 你当然不能接受 任何人都无法接受 可是如果我说 你跟的是交易员的话 那我给你的一切操作 背后的关键在哪里 是因为交易员看的是什么 我要确定看到数据了 我们才会操作 什么样的数据 足以让你信任 可以进场买进那个标的 那等一下 就是我等一下要讲的 这个什么数据 而且我节目中 已经不是第一天讲了 讲了好久了 对不对 什么样的数据出现之后 股价在后 数据在先股价在后 那你买有数据出来的标的 你是不是额后就可以赚钱 绝对嘛 那既然是如此 我为什么不能买多一点 我为什么不能够 就先锁那一档股票就好 我把那一档股票钱赚到了 我再去做下一档 那我是不是变得很简单 那我开始赚钱之后呢 我会越买越多 越买越多 就如同我所讲的 一百万以内资金 全部压一档就好了 百万单股是这样做的 越做就越有霸气 你低比交易 因为你从来没有做过 你会有点斟酌 犹豫不决 那是正常的 霸气拿不出来 因为你还没赚到钱嘛 怎么会有霸气 可是当你低比交易 做下去之后 你发现 真的如节目中所讲 就是你发现 节目中所讲的 跟你做的一样的时候 而且你赚到钱了 你那个霸气 就跑出来了 一百万资金的人 就打电话到公司说 老师其实我有一百五十万 两百万资金就是老师 其实我有五百万资金 你懂吗 他们自己会打到操盘室 跟带他操作 我说过我们操盘室 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操盘室里面 其中有十位 十位的带客户操作的专员 这十位 什么叫十位带客户操作专员 我说了 我们的索马单股 我说我们不是单纯 就是你一百万买一档 就这么简单 不是 我们带客户的操作的方式 也不一样 我们要请客户 我们是请专人 我们有专人 专员在操盘室 有十个专员 会分别的通知 他们底下带的这些客户 为什么 我们把这个十个投资朋友 我们把分别通知 对不对 分别通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一定可以确定客户有买到 那他买到多少资金 我们在当下还是会鼓励 他尽量这样做 买到满 那买到满 所以我说了 我鼓励各位操作一档 重压一档 可是我们实际会怎么做 我们会用这种方式 鼓励你这样做 所以当客户他第一笔 他赚钱之后 他第二笔开怎么样 他自己会打电话到考办事 跟他的专员说 其实你可以跟老师转达 我的资金其实不是80万 我资金大概200多万 我资金大概多少 变多了 因为他想要再买 他想要再下一次通知之后 他要买多一点 所以就是我讲的 这就是什么 当你赚到了之后 感受到你节目中所看的 跟你私底下得到的是一样的时候 那个霸气就来了 可是我们现在先不讨论这些 我要先讨论什么 什么叫数据在先 什么叫股价在后 为什么数据在先股价在后 所以我操作的标的就是比人家强 今天涨停创新高 而且我预告的股票也涨停 来 我们先讲这场标的 我说你现阶段操作 你永远记得 你要操作那个在趋势上的标的 那趋势上标的如果他拉回之后 我说趋势上标的我也没有叫你去追涨停 趋势上标的如果他拉回之后 拉回整理之后 看到数据进来了 记得就锁那档标的就好 那你就完完全全在数据出现之后 进场买进标的 买在一个未来你回头看转折 刚好准备起涨转折区 那你说你获利机会高不高 问题是对一个交易员来说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数据 分析师永远看的是什么 涨停之后 事后上节目跟你解读 他为什么涨停 交易员我们交易员 我们代科我们给客户的是什么样资讯 股票准备涨之前的关键资讯 关键数据 所以我们可以在涨之前 我先买到 那差别就在哪里 你得到的绩效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所以因为我们可以在股价涨之前买到 所以我鼓励各位 我鼓励我的客户 一百万元内资金就锁一档就好了 你不要买多 对你有什么意义 你去买多 代表你对你所有买的每一档 你都不敢确定 所以你怕赔 你怕错 所以就干脆买个两成资金 一成资金 那一档我也买个一成两成 那一档我也买个一成两成 你就是这种方式做嘛 所以你每一档一成两成 一成两成 然后呢 到头来呢 每一档你根本就不确定 如果 我跟你讲 在对交易员来说 不确定的事情是不要做 不是试试看 是根本不要出手 不要做 因为你不确定 你干嘛去试试看 试试看不用钱吗 不用拿金来币去买试试看吗 没有试试看的 在交易市场 你对一个交易员来说 是没有任何一笔交易 是试试看的 可以就是可以 确定就是确定 不确定 怀疑有疑虑 就是不能做 所以当你一档标的 要买个一成两成之后 那就是你不确定嘛 你不敢买多嘛 那就是对我来说 就是不应该出手 那什么样就能够 让你确定 我讲过了 基本面题材等等等等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个不足以让你确定 要不要买这个标的 再讲一次哦 你说老师这个标的 是属于这个探权交易的 那个是属于什么什么的 那个是属于资安的 他们都是属于在 趋势上的标的耶 所以呢可以买吗 你绝对可以买 一定会赚吗 你敢这样讲吗 你不敢 那到底还欠缺什么 条件是你知道之后 真的可以买会赚钱 就是数据 筹码上面的数据 所以大户 当他在某一天 有交易的时候 有进去做吸纳筹码的时候呢 集中度会提高 数据就跑出来 当你看到这个实际交易 所出来的数据的时候呢 那就是值得信任的 那就是真实市场上反应 买卖双方反应出来的结果 那是最真实的 所以当一个在趋势上标的 又出现数据的时候呢 我告诉各位就是买就对了 你一百万以内之间 去索一旦一档标的 你一定会赚钱 这样才能肯定 才能够下单 675的瑞阳 今天又涨停 对不对 4月底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了 瑞阳涨停了 起来了 对不对 转折上来了 他是资安 他是ESG的探盘 探盘查的一个商机 有没有 在趋势上 在趋势上 问题是因为他怕探盘查 他是资安 所以我随时哪一天 要买都一定赚钱吗 各位高 不可能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题材 你知道基本面 但是你不知道何时 你不知道何时进场 你不知道你 就算你今天进场了 你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买了 就一定会赚钱 所以你不敢买多 你不敢买多 你又不敢直接集中资金 搞到最后 你就发现 你最后就是手中持股 就好多档 好多档股票 那到底对还是错 会不会赚钱 最后发现根本没赚钱 你钱分散了 有的对 有的错 你最后到头来呢 一场空 做股票 就对一个交易人来说 就是我只做 确定 肯定 我才出手 你不确定 你不肯定 你不能跟我讲说 你要试试看 买一点点试试看 没有这回事啊 可以就是可以 不确定就是不确定 那就不能做 那既然确定呢 有没有 当时数据 我都给你公开了嘛 当他休息 休息一个多月之后的 这一天 3月30号 这个小红K 当天 集中度来到0.07 也就是说 什么意思 这一天呢 来到4月10号 来到0.6 0.07 0.6 这一天4月17 0.36 对吧 什么 每一天 每一天 从休息过来的 一个半月的过程中 到这里 每一天都是什么 每一天的数据都是0 直到3月30号那一天 突然数据拉起来到 0.07 开始有了 你心里就有数了嘛 对不对 开始了 对不对 出现之后 隔天又归零 又是零 又是零 这一天 4月10号 一个红K上来 来到0.6 你说怎么做 你会不会去出手了 又修正 修正 修正 这一天有数据 0.6出来了 为什么又修正3天 你不用想那么多 对一个教育来说 我们看的是数据 没有数据的我不买 我不会去做的 那出现数据之后呢 你就开始找买点 那买点多少 137我就跟你讲过了嘛 然后呢 红K之后又修正3天 一般人啊 看K线就跟你说 这个股票完蛋了 你看又要下去了 又要下去了 这里就跟你说又要下去 结果没下去 这里又跟你说又要下去 因为你看K线嘛 你觉得K线很丑嘛 对不对 4月17又上来了 同时这一天数据拉起来 又从0 你看前一天也是红K啊 数据还是0 隔天这个红K呢 反而来到0.36 从此之后呢 黑K红K 黑K红K 就上去了 那请问你再回头看一下 出现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买点 是不是我们所谓一般 所讲的转折 要起涨前 起涨前 在这里出现 你看到到数据 你还不敢做吗 你既然确定看到数据的 买下去会上去的话 请问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买一点点 试试看 不会啦 你就会像我节目中 为什么我要求你这样做了 为什么我特别请专人 通知客户 电话通知 通知到让你 你真的接到电话 你去交易 我就叫你买到 我就是让你买到 你今天竟然报名了 我就是让你买到 标的 男的标的来了 要出手 开始布局了 你不要跟我说 老师我接收文字简讯的啦 那我收到当下我在忙 所以我没买 那当下我在忙 我没有看到抠讯 文字简讯来的时候 电话响的时候 我没接 所以后来 后来我收盘之后 我才回头看 已经收盘了 我没买 这种状况层出不穷啦 那你要怪客户吗 也不是 客户没有错啊 他当下就 他就在忙啊 错过啦 买进的时机 他看到 他没有看到啊 所以我说 不要再浪费彼此时间 你今天竟然愿意报名了 信任我们了 我们不要浪费彼此时间 你每一天都算一天会期 每一天算一天会期 对不对 那所以 我用专人 十个专员 一个一个的通知 那绝对通知得到 为什么 大家都来得及买 因为 我不是带你去追涨停啊 我不是说涨停版 我带你去追啊 是起涨前 很好买的时候通知你 你说 接到电话 是不是来得及买 稳稳的买 对啊 所以我们的操作 跟你过去报名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真的要赚钱的 4月25号又涨停 两根涨停 你看 已经跑出去了 飞出去了 那在哪里出现数据的 有没有 在这里出现数据的 今天5月2号 放假回来了 又涨停 而且同时怎么样 同时创下 不断新高 又上去了 哪里出现数据的 这一天 0.07 对不对 这一天 0.6 我们带进了 这一天 0.36 有没有 每一天啊 你看 这个修正过程中 每一天都是0 直到这一天 出现0.07 那你说你不关注他吗 你不去找买一点吗 137左右 然后你带到现在 是不是大赚了 所以你可以买 你在这种位置买股票 你说你会怎么做 100万所担 瑞扬 今天已经赚多少 35万 你100万哦 我们贺乎100万所担的 到今天涨停板 赚35万7 所以我说 当你操盘有评有据之后啊 看数据操作之后 自然会怎么样 越做越有霸气 请问你下一档 你会怎么做 你下一档 你在这里买 现在大赚100万 赚35万多 快40万了 你下一档会怎么做 你下一档会把钱分散做吗 会跟你过去一样 五档份 十档份吗 不会 你下一档还会再继续怎么样 我100万再索一档 因为你知道 我给你的标的 是这种标的 这种位阶的股票 准备上去的 所以一切看数据 因为你很肯定的 所以 所以我说 有时候我觉得说 我这样表达 你能听得懂吗 为什么 为什么要看数据 我再讲一件事情 来 节目中 我跟你预告 我说为什么 我可以提前跟你讲 看数据吗 这个标的 我是不是跟你讲 云端服务 行动商务 大数据分析 客服系统 整合系统 智能应用 公司规划 推出更多的AI 大数据 云端 资料处理 资安 这些数据转型 相关价值服务 那我说 这里大户锁码 有没有 这里大户锁码 锁完之后 准备要上去 所以赶快买 为什么 我说赶快买 你要赶快出头买 为什么 那为什么就赶快 因为要上去了 我怎么知道 他准备上去 我怎么不是 两个礼拜前讲 三个礼拜前 四个礼拜前 讲说赶快来买 不是 我是上前几天 上礼拜前几天 放假前几天 我跟你说赶快来买 为什么 因为数据出来了 你懂吗 来 哪一档股票 我们看这边 8099 大士科 8099的大士科 今天涨停 今天涨停 大士科的涨停 我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 真实案例 简老师 等一下跟你分享他的故事 我先让你看 为什么我跟你说 赶快来买 赶快来买 因为数据出来了 大士科 今天涨停了 上礼拜 上礼拜放假 前已经先上来了 对不对 今天跳空上去 拉涨停 那我叫你赶快来买 赶快来买 为什么 来看这边 我们仔细看 当他每天每天都没有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的时候 来到这一天 0.25出来 有没有 你看起来平凡无奇的K线 人家就有在里面动手脚 你懂吗 所以你说股票难在哪里 股票难在就是你根本看不出来 你看不懂 你抓的数据 跟我们抓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每天在看 融资融券有没有变化 当冲的张数多少 你每天在看 三大法人在做什么 自营商在干嘛 投信有没有买卖 外资在做什么 你每天都在看这些 根本不重要的数据 那我们抓的数据 我要看的是什么 筹码集中度有没有变化 从零 这一天拉到0.25 拉起来咯 隔天什么都没有 再来0.21 再来0.24 再来0.25之后呢 突然消失了 东西都没了 那你觉得消失 就是完全都不会变化 不会哦 再一次哦 0.54 有没有 从0.20 0.25 0.21 0.24 0.25 跳到0.54 那你觉得呢 是不是差不多了 0.38 然后到这边 上来了 看数据 交易 有评有据 所以我才会在节目中 告诉你赶快哦 要买的赶快 快要上去 要发动了 是不是发动了 今天是不是涨停 那我上礼拜 我在邀请大家 赶快来的时候 赶快来单股 单股来 锁100万以内 之间来锁一档的时候 专人通知 锁一档的时候 有一位客户 他已经是我的客户 简老师 好 他基本 他在新北 我不能够透露 哪一所大专院校 教英文的 科任老师 然后呢 他就是 可能 客余 就是每天的 晚上傍晚时间 都会去接一些 接一些 一些家教的case 所以你看得出来 他怎么样 他就想赚钱的人 那加入之后呢 他先买什么 675的瑞扬 刚刚瑞扬 他已经赚钱了嘛 加入之后 去买瑞扬 然后呢 他看到我节目 我们讲这档标的的时候呢 要单股锁了 专人通知 他电话拨通之后 他说他想要再加 他想要改成 单股锁单 所以他单股锁单之后呢 来了之后呢 瑞扬之后的 改由超版式通知之后 第一档呢 100万锁单 锁大师科 到今天涨停板 再赚二十几万 这是锦老师的case 我跟你分享 懂了吗 这就是我讲的 我们共创双赢 我让你赚钱 我让你赚多 赶快赚钱 那你赚钱 就像锦老师一样 他说我想要 我想要到操盘式操作 我想要升级 我想要怎么样 我们共创双赢 他想要提前续约 共创双赢 你赚钱 你续约 你升级 我也赚钱 共创双赢 所以我绝对不会希望说 你赚钱 我不是这种人 我们大家一起赚 但是前提是 我要先让你赚钱 对不对 我们共创双赢 现在有一档标的 最新的五月第一档 如果你有兴趣的 要来单股锁单的 请你专人通知的 请你现在拨电话 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来 所以我说 你看我跟你分享这个case 简老师的case 来之后 先做睿洋 做到赚钱 对不对 到今天你看 睿洋人家今天又涨停板 一百万资金的话 今天大赚三十五万多了 三十五万块一档 赚三十六万了 好啦 然后呢 我说我节目中 在跟你各位预告 我说你们来赶快 单股的 我们专人通知的 最新一档 赶快要发动的标的 有没有 一百万来索一档股票就好了 一百万索一档 要上去了 今天涨停 有没有 今天涨停了 上礼拜我就先拉了啦 今天直接涨停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里数据出来了吧 数据出来之后呢 你看就上去发动了 简老师呢 我就跟你讲这个case 对不对 简老师怎么样 瑞扬做完之后 看到我节目中 盖这档股票 预告这档股票 他赶快拨电话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已经是会员的 他提前续约 提前续约 直接怎么样 直接换成超盘式操作 直接一百万索大师科 今天怎么样 再赚二十几万 我已经说过了 这就是我讲的 我们我们尽心努力 我们彼此共创双赢 会员赚钱 对我们让人是好的 懂吗 所以我们先决条件是 你要让会员赚钱 会员开心 他要提前续约 他要申请 什么都可以 无所谓 所以我们很多客户 最近在做什么 提前续约 为什么 超盘式专人通知 他要一次锁一档 他要一次锁一档 因为你开始赚钱之后 你发现 锁一档的话赚更快 对 就是如此 那每一档标的都一样 每一档标的逻辑都一样 那现在进入五月之后 我要给你第一档呢 是代号六开头一档股票 一百万锁单 一百万锁单 我们专人通知你 数据在先 股价在后 我们一起共创双赢 有兴趣买这档标的 请你立刻拨电话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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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